最近大家讨论最多的 加拿大从明年1月1号开始的海外买家竞购令 很多人还是搞不清楚 下面听老杨言简意该的把这件事情说明白 简单的来说 如果你是加拿大的移民身份或者是公民 这个政策跟你没有关系 如果你是旅游签证 或者是刚刚拿到的学签和工签 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 肯定是不能在加拿大买房了 对于开发商或者是房产中介来说 如果违规操作可以获得高达1万加币的罚款 那么如果没有身份 怎么样才能在加拿大买房呢 有四个办法 第一抢在1月1号之前 把购房的合同签了 把定金交了 至于交房日期可以在1月1号之后 甚至退后几年都可以 只要确保购房合同是在1月1号之前就可以了 第二拿学生签证的 在购房前在加拿大连续报过4年税的 可以买房 但是不能超过50万加币 第三拿工作签证的 如果在过去的4年里面 连续工作超过3年 报过3年税 也可以买房 而且没有房价的限制 第四抓紧时间去办移民 拿到分页卡以后就可以随便的买了 只要你有足够的银子 那么外国人不能在加拿大买房这个政策 对加拿大的市场能有多大的影响呢 加拿大的房价会不会从1月1号开始直线下跌呢 答案是没有多大影响 房价也不会因为这个限购令而下跌 原因是加拿大的温哥华和多伦多 早在2016年和2017年就实行了海外买家税 从那以后外国人就很少买房了 所以限购令对于温哥华和多伦多来说几乎是没有影响 然后加拿大的其他几个大城市 比如说蒙特利尔 卡尔加里 埃德蒙顿 外国人去的不多 所以说影响也不大 当前来说影响最大的是贷款利息居高不下 如果明年贷款利息有所下降 房价上涨基本上已成定局 我是老杨 你身边最真诚的房产知识专家 你身边最真诚的房产知识专家